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 各個國家都加緊為民眾接種疫苗 以求通關和外遊 歐盟和多個國家正計劃推行疫苗護照 允許已經接種新冠疫苗的旅客入境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表示 各地制定的疫苗護照政策 都是按照世衛對新冠疫苗 最少有五成保護率的標準來定 他認為是一個好的起步點 亦建議港府應該採用線易後蘭的原則 先同接受最低標準的國家地區 商討建立旅遊通道 何柏良誘惑要等到零感染 才商討恢復外遊是不可行 他舉例日本及南韓的人口比香港多很多 因此不能看單日新增確診數字來定風險 而兩地確診個案的地區分佈亦有差別 如果比較日行在過去7天 每10萬人的確診比率 其實與香港差不多 因此有條件商討通關